长辈退休整天宅在家来帮他们报名一些乐林团出国走一走好了 但要留意咯如果要报名行程的时候安排要考虑多一些 考虑到长辈可能需要多休息 不适合赶赶赶的行程就有旅行社找出新景点 韩国全都南道乐林团直行五天主打漫游 更适合高年级生逛园区还有车搭 餐食部分也挑选清爽的牛骨汤 我们不太会去特别安排这个标榜说是 其实旅行社业者也说旅客会自己分辨行程适不适合 不会因为年长者多就改行程 毕竟公告内容就是契约的一部分 乐林族出国主要找行程轻松 饭店多选同一间就不用一直打包行李 有旅行业者也提到高年级生有钱有闲的话会挑高价位团 以欧洲线来说高价位大多13天以上 团费20万起跳甚至到50万都有 饭店以五星级优先离世中心境 饮食也是米其林或是民主厨 中价位则是10天左右团费大约10到20万 住宿可能就是四星级吃一般餐厅 上任这个调香行程一次一万块给旅客满满的仪式感 日本五天现在是有不含机票的部分 五天可能就要每个人就要10万元以上的这个团费 欧美长城县是34天的行程来举例 大概20几万是很正常的 30几万一直到50几万都有 或者近期很流行到肯亚看动物大迁徙 一个人55万可以住豪华帐篷 高价团费花下去体验顶级享受 不过也要提醒高年级生挑选行程得要看仔细 避免过程中这不敢玩去纳太累 白花钱又玩不尽兴 TV别人讯新闻想的一台报道